好,下面咱们来看五十课的第二段 第二段第一句话说 The daily exercises lasted only 11 minutes And I proposed to do them early in the morning Before anyone had got up 这个句子咱们也先看一下语法的分析 这个白颜色的呢,可以看到句子主干 它是个并列句,中间还是连词and来连接两个句子 第一句话说 The daily exercise daily我们说了是在这形容词日常的 每天的,这个每天的身体锻炼 我们说exercises也能写成physical exercises 就是身体锻炼 那么last是延续 延续了仅仅11分钟 好,第一句话结束 and引出第二个并列句 并且怎么样 I proposed to do them 我打算来做这个事 就do them,do exercises 我就代替了exercise 我打算来做propose to do 表示打算做模式是一个标准的书面语 因为propose本来可以表示什么提建议啊 是向女孩子求婚呢 可以用它 但是打算propose to do 相当于intended to do 这是个书面语 咱们一会儿说 然后后面这个黄颜色呢 是时间状语 在什么时候做了一个身体锻炼呢 early in the morning 在一大早的时候 而且后面还有一个 before anyone had get up 在迁套在时间状语内部 还有个时间状语从具 就在任何人 在每一个人呢 起床之前 就是我一开始就瞒着大家 不是咱们第一段交代了吗 keep the resolution to myself 想把这个保密 不让大家知道 所以悄悄地起来锻炼身体 这个秘密藏在心中的感觉不错 好了 这是这么来说 想得挺好 想得挺好 这个里面我们重点来看一看 这个propose to do propose to do 这个propose是多一词 既可以表示提建议 也可表示求婚 对这些含义可能更熟悉 但本文中呢 它是个书面语 还是formal书面语 to intend to do something 打算做模式 打算做模式 注意是标准的一个书面语 这个看一些例子 这个后面加动词不定试 是常见搭配的 看例子 how do you propose to deal with this situation 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个情况呢 这种情况你打算怎么去应对它 怎么处理它呢 打算propose to do 这是可以的 但记住propose 表示打算 后面有的时候叫doing 意思也是一样的 propose doing something 也可以翻译打算做模式 比如说 how do you propose getting home 你打算怎么回家呀 在坐公交车 也走一走是打车呀 打算怎么回家呢 打算propose to do 或propose doing都可以 这本文中是 这个我打算呢 在大清早 大家还没起床的时候 我先顿了身体 就11分钟嘛 想的挺好 但是呢 不好做 为什么呢 后面昨天说了 the self-discipline required to drag myself out of bed 11 minutes earlier than usual was considerable 这个句子呢 是个简单句 但是里面结构 稍微复杂一些 咱们再看一看 the self-discipline 是表示自律 自律 就是自律 后面呢 was considerable 就是系动词和标语 这个句子主观结构很短 白颜色主观结构 这个自律 是相当相当大的 就自律性的要求 相当高的 什么自律呢 这个白颜色的 这个黄颜色的 整个的协体字 这一大堆黄颜色的 是后置顶修饰这个自律 required是过去分词嘛 是非未动词了嘛 就被需要的这个自律 什么被需要的自律呢 就是把我自己 从床里面拽出来 这个drag 是用力的拽 我们以前说过 尤其强调有阻力 他不愿意起 把自己个拽 起来起来 起来 起来 起来吧 愣个拽起来了 你看用得非常好 而这里面还牵套一个时间中 11 minutes earlier than usual 比平时早11分钟 把自己从床铺中拽起来 用此非常形象 这个自律是相当大的 自律要求相当高 这并不是轻松啊 早起步是一个容易的事 咱们很多人看到 早起 在公交车地铁 很多人跑出去 现在的话 你早起 十分钟不都解决了 他起不来 他不好起 就这样一个意思 好 这个 翻译成 这个 required是个被动 被动 但被动在中文中 一般怎么翻译呢 一般来说 中国人不喜欢被动结构 是不是可以说 早起 比平时早十分钟 从床上爬起来 需要很强的自制力 不就好了吗 你看用主动好翻译了 在早晨呢 比平时早十一分钟 从床上爬起来 把自己拽起来 需要很强的自制力 但是英语中 他为了突出自制力 把他放在举手了 所以说什么呢 被需要的 把自己比平时早十一分钟 拉起来 这种自制力 是什么 是相当大的 相当大的 be considerable 那类似结构 咱们造个句子 连续数年 每天早晨锻炼身体 需要很强的自制力 但是我们要强大自制力 the self-discipline 然后呢 什么自制力 被需要的自制力 被需要干嘛 连续数年 每天早起锻炼身体 锻炼身体 叫do physical exercises 联系数年 可以用for years on end 也加个时间状语 on end表示连续的 咱们在22课见过 咱们试试看 怎么说 先说这自制力 the self-discipline 被需要的 required to 干嘛呢 do physical exercises 连续多年 每天早起 evermore 还要连续多年 for years on end 然后is considerable 大家再次看到 别看是个简单句 但这个句子 如果没有学过 新概念英语的同学 凭自己的本事 写出来 是比登天还难 为什么 因为它的表达 跟中文表达 是不一样的嘛 所以呢 这种句子反正 更加地道一些啊 所以多钻研好句子 就好了 不光是非英语专业 即便英语专业 八级的同学 也未必能轻松地 写出这种句子来 为什么呢 它跟中文表达 似乎不太一样 它用被动啊 但这个句子 更加突出重点 什么重点呢 self-discipline what is considerable 在这用一般现代式了 为什么呢 它要突出的 这个self-discipline 放在句首 它突出这个 这个东西很大的 is considerable 放在句末 刚好呢 句首和句末 刚好是最关键的位置 出现了最关键的信息 这个自律性 要求是特别大的 咱们说过 句首和句末 是关键位置 关键位置 留给关键信息 用这个结构 刚好重点突出 主次分明 这是相当精彩的句子 于是老师可认内行啊 写出地道句子 就容易冲高分的 我们多拿一分半分 后本身的命运 可能就完全不同 这多研读性概念的好处 改变命运 那改变命运 好 咱们看一下句话 Nemtherless I managed to creep down into the living room for two days before anyone farming out 尽管如此呢 我还在设法呢 偷偷摸摸摸捏手捏脚的 溜到了我们这个起居室里边 连续两天都这么做 而且确实 这个没有人发现 做着确实 头两天真做到了 这个Nemtherless 回忆在第二课讲过 翻译成尽管如此 还是怎么怎么样 反映成尽管如此 还是怎么怎么样 表示下面就是一个 后面是一个转折了 咱们可以用Nemtherless 也可以用Nonderless 或者用Still 或者用All the same 或者Just the same 这在第二课的知识 非常久远的记忆来 看大家是否还记得 我们再读一遍吧 Nevertheless Nonderless Still All the same Just the same 尽管如此 还是怎么样 这个结构 咱们见过 先复习 在第二课中 十八页 第十三到第十四 十八页的第十三 到第十四 牧师说 你确实吓了我一跳 你可能怎么样呢 You probably woken up Everyone in the village 你可能把村里 每个人也吵醒了 注意后面 Still I'm glad the bell is working again 尽管如此 我还是很高兴 这个大钟 能再次工作了 这个Still 想的Nemtherless Nonderless All the same Just the same 都可以 咱们在复习 复习在当时 讲过那个术后题 二十一页的 第十二题 二十一页 咱翻回去试一试看 二十一页 往前翻 二十一页的 最下方 第十二题 看出 二十一页 第十二题 他说 Konger Do ho I'm glad the bell is working again 我很高兴 大钟再次工作了 他又跟 课文中意思一样 Still 可以替换的是哪个 只有C Just the same 尽管如此 我还是很高兴 那么A选择 Yet呢 是然而 这个然而 没有尽管如此 这个含义 另外你用Yet呢 它后面加逗号 可能有个问题 这个 Just the same 后面一般都是 加逗号 那么Good 好 不符合原文吗 Even now 甚至是现在 它不符合原文吗 符合原文 Still一样的 是Just the same 尽管如此 还是 这个地方 我们还要复习 这个女孩不漂亮 尽管如此 我还是很喜欢她 The girl is not beautiful 好 下句话说 Nevertheless 逗号 Nonetheless 逗号 Still 逗号 All the same 或者Just the same 逗号 I like her very much 这个女孩不漂亮 尽管如此 我还是很喜欢她 这是咱们第二个 知识复习 本文中尽管如此呢 I managed to grip down into the living room Managed to do 是设法做到了 我还是设法呢 在捏手捏脚的走到了 起居室里边 这个creep creep用的好 它是捏手捏脚的走 creep它是多意思 本身也可以表示 匍匐前进 士兵胸口贴着地面 这么走匍匐前进 但是派生意呢 是小心的捏手捏脚的走 跟匍匐现在含义类似 本文中不可能匍匐前进 从楼上 从楼梯上匍匐前进下来 这难度系数太高了 这回滚上来不行 所以它的派生意 捏手捏脚的悄悄地走 你听着声音creep 特别像那秘密的secret 这好记忆了吗 我们再读一下 creep 捏手捏脚走 这个在五十六刻还会出现 咱们看二百五十二页第十八行 二百五十二页第十八行 One bad winter we watched the river creep up the lower meadows 一个天气不好的冬天 我们看到这条河悄悄地爬上了我们低洼的那些草地 这个河像贼小偷一样偷偷摸摸的爬上来了 捏手捏脚的上来 你看这个女人画的用法跟本文中creep是类似 本文中是捏手捏脚的向下走 走到起居室 说明卧室在二楼嘛 住这个是别墅 走到起居室中呢 连续两天都这么做 而且before anyone find me now 在其他人发现我之前 我就做到了 大家没发现 好 下句话说 After jumping about on the carpet and twisting the human frame into uncomfortable positions I sat down at the breakfast table in an exhausted condition 那么这两天都干嘛了呢 他描述一下这两天都干嘛了 这个整个这个逗号之前的是 after这个介词加动名词短语 构成的一个时间状语 在什么什么之后 我们知道after 后面跟名词它当介词可以 后面跟从句它当连词都可以 在本文中是介词 因为后面加动名词了 它跟两个动名词并列 第一个是 jumping about on the carpet 就是在这个地毯上到处蹦来蹦去 蹦来蹦去 and twisting the human frame into uncomfortable positions 就把我的身体的扭曲成各个不舒服那个动作 就是做伸展运动 做运动 这种扭曲成那种 这样的运动 各种很舒服的动作 描述的很新鲜 这个 twisting跟章品是并列的 都做after的这个批语 然后呢 主句是在后面白色的 我怎么样 这个句的主干 I sat down at the breakfast table 我就坐在了早餐桌的前面 而后面呢 是一个状语方式 怎么坐在那呢 坐那时候呢 我们是静疲力竭的状态 in exhausted condition 静疲力竭这个状态 或者你把它看作足语不足语 修饰这个爱也行 我坐那种状态 是静疲力竭的 这个也行 也能讲得通 这是文文中 大致语法结构 那里边呢 有一些词汇 咱再专研一下 首先这jumping about 在美式英语中呢 这个about表示这个含义 就相当罕见了 这是英联邦国家用法 在美国一般 或者around 叫到处或各处 到处或各处 你看我们在这个42页 见过这个用法 42页第12行 第8课里面 42页的第12行 As there were so many people about 因为呢到处都是这么多人 到处各处都是人 这个about我们说了 也相当于美式英语的around 到处或各处 所以这狗狗必须关到一个专用的围栏里面去 好这个用法 那么区别一下在42颗讲过的 在附近 在周围 有这么一个短语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roundabout roundabout 这是固定搭配 叫在附近 在周围 咱们再看一看196页的第29行 196页的第29行 roundabout piles of limestone glisten in all 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 在附近 这些大堆大堆的那些石灰石 发出彩虹的七色光芒 glisten 闪光 咱们说了 多指潮湿的物体在反光 这个用的也对 roundabout 在附近 有什么东西 好 回到文中 那么在地毯上 到处蹦来蹦去 然后呢 twisting the human frame into uncomfortable positions 并且扭曲 人体扭成各种 很难受的动作 为了锻炼身体嘛 这个twist 就是转动 扭曲 甚至缠绕 都可以 你听这声音 我们大声地讲 twist 就好像在转嘛 再来一遍 twist 所以转动 扭曲 或缠绕什么 都可以用这个twist 而且本文中的搭配 可以记住 就twist into 就把什么什么扭曲 缠绕成什么什么 这样的形状 本文中就是把我的身体 扭曲成各种不舒服的 这种 这样一个状况 把什么什么扭曲 缠绕成 咱们看一个例子 we twisted the bedsheets into a rope and escape by climbing a climbing down it 我们把这个bedsheets 咱们十三个讲 这个sheet 可以比较床单的意思 我们把这个床单呢 把它缠绕 或扭曲成了一根绳子 大家很容易想象 对吧 你把它拧成一股成 然后呢 通过这个床单 爬了下去逃走了 这个twist 扭曲缠绕成 什么什么一个形状 本文中就是把 human frame 缠绕成各种不舒服的 扭曲成各种不舒服的状态 扭曲缠绕 类似吗 这个frame 注意不是框架 尽管frame 可以表示框架 没错 你像这个 window frame 是窗框 glass frame 是眼镜框 有这个意思 但是在这表示 躯体身体 它指人指动都行 这个frame 就是human or animal body 人或动物的身体 人或动物身体 有骨架在撑着吗 所以用框架这个词呢 也是好理解的 叫frame 那human frame呢 就是人体了 不人体 咱看一下例子 sobs shock or slender frame 你看 它抽气着 苗条的身体 都在颤动 这个用得挺好 这个frame 指这个女孩子的身体 这个sob 表示 抽搓搓搓的哭 你看这个哭的时候 身体会动啊 这个shock 就来自shake 摇晃嘛 slender是苗条的 这女孩子哭得梨花带雨的 这个颤动身体 你看用frame 这是表示这个body 就是身体的意思 这本文中就是把人体扭曲成各种不舒服 看着看着不舒服的 这个 这个 这样一些位置 然后呢 我坐在早餐桌旁边 精疲力竭了 这个in an exotic condition 既可以形容这个状态 是精疲力竭的 坐在那 也可以形容 足语也行 做足语不足语 我精疲力竭的状态 坐在哪 这都能讲通 都可以 那么如果看着足音不足语的话呢 咱们也可以把它换成形容词 exhausted I sat down at the breakfast table exhausted 那形容词补充说明我 坐在那的状态 是精疲力竭的 这个形容词 补充说明主语 这是相当常见现象 咱们复习44课 别忘记啊 204页第9行 后面到第10行 204页第9 到第10行 Inevitably you arrive at your destination almost exhausted 那不可避免的是 你到达了目的地之后 几乎精疲力竭了 almost exhausted 是不是修饰主语义 主语不足语 到达目的的时候 状态是精疲力竭的 本文中把它换成exhausted 也行 也是正确的 好 后面说 it was this that betrayed me 正是这个事 暴露了我 大家一看怎么 大早起这么累呢 说明你可能是不是 又早起 在断了身体了 大家猜出这个事了 这个句子很短 但有头说什么 this和net 跑到一块去了呢 这两个从兴致当然不一样 咱们看一看 it was this that betrayed me 这个it was 跟后面的net 这连词放在一块 是标准的强调句吧 不是别的 正是这个事 无意中暴露了我 这个this是带死 这个that是连词 强调句嘛 强调的是句子的主语嘛 这主语就是this啊 谓语呢是betrayed me嘛 这个事 betray我们讲了 可以表示 这个背叛 派生意事物做主语呢 就是无意中暴露 在这这次事物嘛 正是这个事 无意中暴露了我 大家看出来了 然后到了转天 你看大家锻炼 我锻炼身体时 大家都来参观了 the next morning the whole family trooped in to watch the performance 用词很幽默 转过天的早上 全家人 都成群结队的 走到了起居室 来观看我的表演 本来要保守秘密 结果刚两天就录下了 这个troop 咱们知道做名词 可以表示大群的人 甚至比如说部队 都能用troop 做动词呢 就成群结队的走 咱们看个英文解释 什么叫troop to walk somewhere together as a group 就是走到某个地方 而且作为成群的一块走 就成群结队而行 叫做troop 咱们也看一个例子 the bell rings and they all troop into school 零 响了 他们都成群结队的 走进了学校 上课呢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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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很不安 但是呢 我成功的抵御住了大家 就是什么老婆呀 孩子对我的绩效 好脾气的 抵御住了这个绩效 没关系你们笑吧 笑笑吧 所以大家慢慢的呢 都习惯了 我每天断了身体这想法 大家就不看了 没什么信息呢 大家接着睡觉 就这么一个 That was really unsettling Unsettling就令人不安的 大家记住 Unsettling就等于disturbing disturbing不是令人不安 咱们第一课中说 一想到危险的美洲诗 向前流窜就disturbing 令人不安吗 令人不安的 你就记住动词 Unsettle等于disturbed就好了 Unsettled比disturbed更重实现 我们再先读动词 Unsettled 再读形容词 Unsettling 就是disturbing 令人不安的 你想我在锻炼身体 你看旁边人坐着 坐着旁边 吃着冰淇淋 一边说一边笑 一边看着我 跟看耍猴一样 这当然看着很便宜 你看我锻炼别人看着 但是作者毕竟是亚历山大 大教育家 心胸开阔 一般人就急了 他不生气 I But I fended off the tongues and jibes of the family 我设法就抵御住了 家人对我的那些嘲讽 这个 Fan something off 就是表示 挡开 躲避开 或抵御住 这个Fan是动词 Fan somebody 或something off 那么说明这个off呢 也是副词 它可以放到 somebody或something前面 也可以放到 它的后面都行 如果这个somebody 很长可以放后面 如果短的放前面 这灵活 就挡开 躲避开 或者抵御住 本文中呢 可以看着抵御住了 大家对我的计讽 没当回事 咱们再通过一些例子呢 来进一步看看 he tried to kiss her but she fended him off 这个男的 他试图要稳 亲这个女孩子 但这女孩呢 躲开了 把她挡开了 男的说 嗯 要亲你女孩 不笑 不笑 去一边呆去 你必须给钱 就挡开了 就给他 就推开了 这不一定非得给钱了 总而言之 挡开躲避开 咱们再看这个 这个句子 she managed to find out awkward questions 他设法 躲避开了 那些令人尴尬的问题 awkward questions 令人尴尬的问题 大家注意 find out 你看 第一个是个 带色him 比较短 放到了off前面去了 但后面这个 awkward questions 名词等于比较长 放到off后面去了 所以这off还是负词 他位置灵活 因为如果借词的话 是必须放到 避语前面的 那负词呢 放到前后就灵活了 这是这个 那本文中 当然是把它放到后面 因为find it off 后面是 the taunts and jibes the family 太长了 一定放到后面 什么叫taunts and jibes 这两个是同一词连用 都是表示 讥笑 嘲笑 嘲讽 我们大声读一下 taunt taunt 再读第二个 jibe jibe 这个jibe 两个拼写形式都行 这两个词 都是表示 讥笑和嘲笑 做动词 做名词都可以 在这里面 是两个名词并列 讥笑嘲笑 讥笑嘲讽 这个不是坠词 两个词放在一块 是固定搭配 就是taunts and jibes 好多好多 taunts and jibes 讥笑嘲笑 两个同一词连用 都用复述 achs and pains 这儿疼 那儿疼 she's always complaining about her aches and pains 她老是不停地在抱怨 她这儿疼 那儿疼 ach 做动词是疼 做名词是疼 做动词也可以 pain呢 做名词还是疼 这两个都是疼 有复述放在一块 还是疼 还是疼 schemes and intrigues 还记得吗 阴谋诡计 scheme就是intrig 阴谋就是诡计 放在一块 是固定搭配 还像hustle and bustle 就忙忙碌碌 hustle和bustle 都是忙碌碌碌 你可以记成hustle 是忙碌 那么bustle 就是碌碌 两个都是忙碌的意思 忙碌碌碌碌就好了 这是名词连用 而构成复合 这个这个 这个复合名词卵语 但hustle and bustle 必须用单数 所以这还是不能乱编 见过再写 听过再说 还是这个原则 good humor 此用中说了 好脾气的 我不生气 别人想笑笑吧 我也跟着一块笑 接着锻炼身体 很快呢 everybody get used to 咱们第二个说 我就习惯了 大家都习惯了 我每天锻炼身体 这个idea 这个想法了 所以大家都不当回事了 就都不来参观了 都不来参观 你倒是坚持锻炼身体呀 但是自个儿坚持不住了 however my enthusiasm wanged 然而 我的热情呢 却减退了 这个wain 咱们在38课 最早的日历讲过 wain本来就月亏 月亮慢慢变 变了 就月亏了 不是强度变弱了吗 月满的话 咱们一本就wax 大家记得wax and wain 叫月圆月亏 月圆月亏 这是个动词端语 那派成义呢 也可以表示 兴衰或者圣衰 这个也叫动词端语 那咱们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Dynasties wax and wains throughout the history 所以在历史上 这个朝代 都有自己的圣衰 圣唐时期 也有晚唐时期 就是这个 安史之乱就不好了 所以你看 有圣有衰 就waxman 就跟月有圆 月有亏一样 那么这个wain呢 本身就可以表示 这个强度减弱了 月亮变尖了 小了 跟那类似的 还有很多热情减退 咱们除了用月亏之外 也可能退潮 还有我们讲过的 subside平息了 都可以 都可以表示强 这个热情减退了 我们再读一下退潮 这个词 ab 或者用短语 ab away 就退潮了 涨潮呢 可以用flow f-l-o-w 这个ab and flow 这个潮水涨过 咱们38可以说过 退潮了 热情减退了吗 那个 以前张献哲那老 我的爱如潮水 爱如潮水 那热情也如潮水 退去了 subside 刚才坐下来了 平息了 都可以 however my enthusiasm abbed abbed 或abbed away 或者subsided 都行 然而我的热情呢 却退去了 或平息了 慢慢地减退了 我们说 the time I spend exercise is gradually diminished 我花在锻炼身体上的时间呢 逐渐慢慢再下降 再减少 这个the time 是这个时间 I spent at exercises 当然是定义从具 修饰前面的时间 我花在锻炼身体上的时间 前面可以看着 关于代词 which被上位了 怎么样呢 gradually逐渐的 diminish diminish 就是减少了 少了 diminish是个书面语 它就相当于 reduce 或者是decrease 都行 我们读一下这个词就好了 diminish diminish 就相当于reduce 或者decrease 叫做减少了 就是逐渐慢慢再下降 我们说 little by little the eleven minutes fell to zero 逐渐的慢慢的 一点一点的 这十一分钟 下降到了零分钟 最后起不来了 越来越少了 这个little by little 咱们看到就是上一句话 倒手第二个字 gradulate 就是逐渐的 这离得比较近的地方 坐着用那个同一次替换 当然咱们还可以用 gradually 或者slowly little by little bit by bit 也是一点点的 我用by degrees 都行 逐步的 慢慢的 一点点的 咱们读一下 gradually slowly little by little bit by bit by degrees 逐步的 一点一点的 慢慢的 那么十一分钟 下降到了零分钟 下降到 这是咱们第八课讲过 fall to 下降到 you can drop to 反正都是掉下来嘛 下降到 这数量值下降到多少 可以用它 回忆第八课中 咱们42夜第13号 42夜第13号 the temperature drops to minus 30 degrees 温度下降到了 负30度 这个drop to 跟本分之fall to 是一样的 是一样 当然呢 我们也可以表示 大幅下降 什么planche to 和dive to 这两个都可以表示 跳到水中了 跳水了 大幅下降 骤降暴跌 也行 这个是咱们讲过的 最后呢 到零分钟了 后面说 by january the 10th I was back to where I had started from 到了1月10号那天 那个刚好差不多的 一天减一分钟 我呢 就退回到了原状 跟原来 这个不断练是完全一样的 I was back to where I had started from 就是又回到原状 我发现前功尽弃就好了 这个搭配顺便可以记住 be back to where 某人 start from 就前功尽弃了 为了退回到原来 那个起点去了 飞里半天劲 退回去了 这个be back to 回到了 where什么什么 start from 但是这个 如果前面是一般过的事呢 这个start最好用过去半天势 因为在之前发生的 更好一些 这个甚至 使某人前功尽弃 可以是搭配更复杂一些 bring some of something back to where什么什么 start from 使某人前功尽弃 这个前功尽弃 也行 加个bring也行 就使他们 把他带到了 这个开始的地方 也行 再过去 一个根本性的错误 使我们前功尽弃 根本性错误怎么说 fundamental error 那后面用一般过的事 在start的过去半天势 咱们试试看啊 fundamental error brought us back to where we had started from 一个根本性的错误 把我们带回到了 我原来出发的那个地方 一个根本错误 使我们前功尽弃 飞了半天劲 又回到原点了 这个搭配顺便 也可以同时记住 好 但是这个搭配 使我们回忆起来 在二十课里面 就是那个 先驱飞行员里面 咱们讲过的 另外一个类似搭配 从中段的地方继续 这个不是回到原点 是从中段地方继续 叫pick up where we left off 尤其是用位比较多 就是从我们 放下的地方 把它再捡起来 就从中段的地方 再继续下去 pick up where we left off 固定搭配 after lunch we picked up shall we picked up we were left off 五分之后 我们继续吧 从中段的地方继续 就从放下的地方 把它再捡起来了 after lunch shall we pick up we were left off 用这个搭配也行 回顾一下 咱们在老友记中 看过这个视频片段 咱们不能反正 别忘记 wait that's what you to know that I'm so happy you're going to be here oh me too because that way we can pick up where we left off I never stopped loving you 这个情节是什么 咱们不管了 就看字面意思 这个channel说 wait 等会 I don't want you to know that I'm so happy you're going to be here 等会 到时候先别走 没别的事 我就想让你知道 你能在这里 我实在是太开心了 Janet原来是 她的前女友 她说 oh me too 这说话很乖 那我也是很高兴 channel说 你别误会 because 因为 that way 这样的话 we can pick up where we left off 这有所指的 因为这真正是 她的前女友 如果你也住在这的话 怎么样呢 咱们两个人 可以再续前缘 不是原来 咱们不是分手了吗 咱们可以再 偷偷摸摸的 咱们俩再搞到一块 你看这不很好 再续前缘 这真的吓一跳 她都结婚了 蛤 什么 I never stopped loving you 我从来没有中断过爱你 一直都爱着你 pick up where we left off 从中断的地方继续 你看 跟这个回到原点 有点丽丝 我们把这片子再听一遍 I just want you to know that I'm so happy you're going to be here oh me too because that way we can pick up where we left off 蛤 I never stopped loving you 说的很有趣 pick up with your laptop 就中断的地方继续 本文中的是 我又强攻进去 强攻进去 我们说 I argue that if I spend less time exhausting myself at exercises in the morning I would keep my mind fresh for reading when I got home from work 作者呢 还可以自己找借口 咱们先看语法成分的分析 I argue 是句子的主语和谓语 that开始一直到句末 是编语从句 这编语从句里面呢 先牵套一个条件状语从句 在内部 说如果 如果花更少时间呢 让自己在早起锻炼时 精疲力竭的话 这还是 spend some time doing something 这个doing前面 可以加in 也可以去掉 这固定搭配 花更少时间 在早起锻炼身体 让自己精疲力竭 那怎么样呢 I would 这I would是that从句里的主干结构 这编语从句里的主干结构 我会怎么样 I would keep my mind fresh 可以让自己保持精神饱满 什么呢 for reading 就是读书时精神可以更饱满一些 when I got home from work 这就是牵套在 这个that从句里的 win引导的一个时间状语从句 牵套在编语从句 当我从班上回家之后呢 阅读时可以精神饱满呢 我为什么早起不断 为了晚上看书有精神呢 给自己找借口 这个我们先看一看这个fresh 这个在第四十四课 咱们说过 在这儿不是新鲜的 如果指蔬菜 鲜鱼水菜 那可以 但在这儿呢 是精神饱满的 神丸气足的 那咱们看四十四课 二百零四页的 第二十八行最后 到第二十九行 二百零四页第二十八行最后 到第二十九行 However you decide to spend your time 无论你决定怎么样度你的时间 One thing is certain 有一件事是固定的 是确定的 是什么呢 You will arrive at a destination fresh and encrimpled 你一到达牧地时 这fresh and encrimpled 是做足鱼不足鱼 你的状态是精神饱满 并且没有垮掉 fresh是精神饱满的 你想这个fresh 如果是蔬菜 fresh新鲜的 是菜叶的 只愣着 如果人只愣着 精神饱满的 神万气足 非常好理解 fresh 甚至我们可以用 这个时某人保持精神饱满 就keep one's mind fresh keep one's mind fresh 时某人精神饱满 比如喝杯咖啡 可以使你精神饱满 喝杯咖啡 咱就不一定 费的时候喝了吧 咱们就可是一杯咖啡 可以使你精神饱满 咱们用名词 中文中喝杯咖啡 咱们不一定 费的时候喝 你喝是废话 难道你把咖啡 倒在脖子里边 倒在头上 当然这可能 更加精神饱满 但是一般咖啡都是喝 就不用说喝那个词了 a cup of coffee will keep your mind fresh in class 上课时困怎么办呢 喝一杯咖啡 是你保持精神饱满 保持是fresh这个状态 就好了 好 于是乎下句话说 resisting the hypnotizing effect of television I sat in my room for a few evenings with my eyes glued to a book 作者用词非常的地道 而且这个语法结构 非常的精准 咱们来学习 前面这个逗号之前的 是非位于动词 resisting是非位于你的抵制 对吧 这个现代分词 谁抵制呢 跟主角度同意是我了 我抵制的这个电视的催眠的这个效果 hypnotizing叫催眠的 它来自动词hypnotize 这个生死表友 叫催眠 抵制的电视催眠的效果 就是看那是点头 要睡着了 我坐在我的房间里呢 好几个晚上坐在房间里 我全身贯注的呢 在看着一本书 with my eyes glued to a book 在这什么结构 当然标准的独立主角结构嘛 咱们还记得独立主角结构的 它的基本搭配 前面可以加借词with 后面加逻辑助语 逻辑助语是my eyes 我的眼睛嘛 非位于动词glued to a book glued是胶水 是粘的意思 被沾到了一本书上 就是全身贯注的 盯着一本书看 眼睛被沾到书上来 非位于动词 在这可以看作 就是为努赛 做他的伴随状语 坐在房间里干嘛呢 在全身贯注的在看书 就好了 这个里面我们看一看 这个glue这个词 glue呢做名词就是胶水 做动词就是粘住 这是个极物动词 所以在本文中 过去分词是有道理的 然后be glued to something 可以翻译成全身贯注于某事 它的主意不一定是眼睛 也可是具体某个人 就被沾到什么堆上 就全身贯注于这个某事 咱们看个例子 we were glued to the television watching the election results 我们被沾到电视机上来 这是不可能的 这派生意全身贯注了 对吧 我们全身贯注的 都在看电视 来看什么呢 watching 是非位于动词 观看这个选举的结果 究竟谁当选了 我们全身贯注 在看电视 看着这个事 那本文中就说 全身贯注在看某东西 可以把它背起来 with one's eyes glued to something 这个也行 眼睛沾到什么东西上来 咱试试看 而且抵制的 咱们也用非位动词 抵制的去睡觉的诱惑 我怎么样呢 我坐在书房里 书房咱们叫做study 叫书房 全身贯注的看新概念英语 本来呢 晚上十一二点困了 但抵制的睡觉的诱惑 我坐在书房里 全身贯注的 看新概念英语 诱惑 可以叫temptation temptation to do something 做模式的诱惑 resisting 是抵制 用非位动词 因为抵制是我嘛 对吧 就是我嘛 他从中就足以统一了嘛 咱们看一下啊 resisting the temptation to睡觉 go to bed 怎么样呢 我坐在 i said 在书房里 in my said 在我的书房里 干嘛呢 with my eyes 背一遍 glued to 什么呢 咱们下面都知道了 new concept english 这个掌声应该更响亮 这个事对 这个事对的 英语中没有书名号 书的名字很有引号 就行了 resisting the temptation to go to bed i said in my study with my eyes glued to new concept english 那个多形象 好句子立刻出来了 多钻研好句子 多钻研好句子 然而 这个习惯也没坚持下去 为什么后面说了 one night however feeling cold and lonely i went downstairs and sat in front of the television pretending to read 这个句子里面 也是用了很多的 飞飞动词 咱们来看看它的语法结构 然而有一天晚上 one night however 在这儿是插入语 feeling cold and lonely 在这儿呢 是飞味动词当原因壮语 因为感觉寒冷和寂寞 一个人在书房看书觉得寂寞寒冷 怎么样呢 我就走到了楼下 这是主句了 并且暗暗地引出第二个笔动词 坐在电视机前面 pretending to read 假装在读书 pretending to read 也是飞味动词在这儿 是伴随壮语的 它是修饰前面那个send 坐着干嘛呢 假装在读书呢 你看动作有这么多动作 一个动作是觉得寒冷和寂寞 一个动作是下楼坐在电视机前面 另外一个动作是假装读书 这几个动作哪个重要呢 显然下楼坐在电视机前面 这个重要吧 如果没有这个事的话 坐着就不会重担恶习 又不读书了 这关键动作 另外两个次要 所以你把另外两个动作 变成飞味动词 然后把关键动作 放在主句的微动词 重点图 主句它最重要啊 句子主干几个重要 微动词最重要嘛 两个飞味是次要的 这个坐在电视机前 电视机有那么多人 挺超超的 我一看就不寂寞了 当然倒霉了 That proved to be my undoing For I soon got back to my old habit A dozing up in front of the screen 这个句子也稍微长一些 咱们看个语法 前面第一行白颜色的是主句 这被证明是我失败的原因 这个undoing是固定的一个名词 叫某人失败的原因 而且尤其用在once and doing 是某人失败的原因 斗号4到寂寞还是原因状怡从去 大家太熟悉了 因为我很快呢 又重染恶习 又回到了以前的旧的坏习惯 什么坏习惯 of dozing up in front of the screen 在屏幕前面打盹的这个坏习惯了 这个整个的off呢 可以看到后置顶语 来修饰前面的一个坏习惯 当然也可以用 这么理解 用off来引出前面 bad habit的一个同位语 这个坏习惯是什么呢 就dozing up in front of the screen 可以看到这个habit的同位语 两个解释都对 第一个呢 既此人的后置顶语 第二个呢off引出同位语 做前面的habit的同位语 bad habit的同位语 这个都可以 这个首先我们看看这个 be once and doing 叫是某人失败的原因 这个and doing就是 为什么会失败 失败的原因 一般的都加once sugar 很简单 比如说 slag defense was the team's and doing 松懈的防守 是这个球队失败的原因 防守松懈 踢进三个球 丢了一百个球 到最后还是输了 松懈的防守 进一步可以说 被证明是某人失败的原因 这更复杂了 就prove to be 本文中就这么说 prove to be once and doing 就被证明是某人失败的原因 这个表达可以更复杂一些 比如说我们看一个句子 缺乏经验 被证明是他失败的原因 缺乏经验 这缺乏是动词 在英语中可以说 经验的缺乏 还是用名词 好 咱们试试看 lack of experience proved to be his and doing 缺乏经验 被证明是他失败的原因 这就好了 这个看到这个失败的原因 立刻使咱们想到 36克 一个跟他类似的词 就是downful 这个downful呢 比and doing复杂一些 他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 翻译成垮台 那么这个时候 跟undoing是不一样的 undoing是比较失败的原因 downful第一次 表示垮台 就是从兴旺 发达 有钱 有权势的地位上 掉下来了 垮台了 这个看一看例子 grade led to his downful grade 其中最终的贪婪 贪婪导致了他的垮台 再看36克里边 166月第五 到底起航 166月第五 到底起航 看大家还记不记得 Alona's brother who was presumed dead was really alive all the time and weakly plotting to bring about Heroes downful 一个长期失去因性的兄弟 被认为的都死了 大家以为都死了 其实一直活着 并且呢 非常邪恶的 要 这密谋 要导致主人公的垮台 就是暗算主人公 垮台 downful 可以用它 但是downful 别忘记 我们当时说 有第二个原因 有第二个意思 失败或者垮台的原因 别用downful 这个时候 跟我们这个anduin 就几乎是同一词了 为什么会失败 为什么垮台 只是他的原因 而且表示这个意思 连搭配都一样 be once downful 是某人失败垮台的原因 咱们还记得吗 his vanity was his downful vanity 就是虚荣性 他的虚荣性 是他失败垮台的原因 跟那个his vanity was his undoing 是非常类似的 这个可以替换 一样可以说 proved to be once downful 类似于preved to be once undoing 这个也行 咱们再看一个例子 an addiction to gambling proved to be her downful 赌博成瘾 被证明 是这个女人失败垮台的原因 addiction 就是成瘾了 成瘾了 成瘾什么呢 在后面加什么介绍 加to gambling 是赌博 赌博成瘾被证明 是这个女人 失败垮台的原因 这是downful 第二个意思 非常类似于 andway 同时记住 文明东说 这个被证明 是我失败的原因 为什么呢 downful 因为 I soon got back to my old habit of dosing up in front of the screen 那么 go get back to one's old habit 就是重担恶习了呗 就又回到了 原来的旧习惯 什么习惯呢 在屏幕前面 打盹 这个in front of the screen 其实就相当于 in front of the television 就是电视机前了 但是这个television 前面出现的太多了 这换成屏幕 就是为了避免 用词重复过多 但是这个打盹呢 咱们看一看 dose of 或者not of 叫打盹 都能是打盹 但是这两个打盹 一般是表示呢 本来我不想睡 但是困 在他很困的时候呢 无意中就打盹睡 就睡着了 他不想睡 这个时候呢 在打盹 是这种感觉 我们大声读一下 dose of not of 这个not更倾向了 这not本来叫点头的意思 做动作点头 点头慢慢点头 点头走了 点头 就魂走了呗 刚好 越来越困 打盹睡 但他强调呢 本来不想睡 结果呢 打盹睡着了 但是要注意 如果打个盹 有意想去打个盹 小睡一会儿 这个时候要换词了 我们大声读一下 take a nap have a nap 这是小睡一会儿 打一个盹 大家能不能提出到区别 第一个 dose of not of 是不想睡 但是被动的慢慢 他太困了 就打盹了 但take a nap have a nap呢 是到床上小睡一会儿 我主动想睡 就睡个片刻 还是这样 通过例子 体会一下 I usually take a nap after lunch 我通常呢 在午饭之后 会小睡一会儿 打一个盹 这个跟无意中 睡着了 是不一样的 本文中呢 用那个dose of 是对的 为什么呢 他看书 本来不想睡呀 但是呢 因为这个 老毛病了 看了看电视 无意中 就打盹 就着了 I still haven't given up my resolution to do more reading 我一旦没有放弃 我要做更多阅读的 这个决心 后面说 in fact I have just bought a book entitled How to read a thousand words a minute 他说事实上啊 我已经买了 这么一本书 intitled 咱们以前说过 引出书的名字 这书名叫做什么呢 intitled 是给它起名字 被命名叫做 如何在一分钟之内 读完一千个字 后面说 perhaps it will solve my problem but I just haven't had time to read it 可能这本书啊 能够解决我这本题 但是呢 我现在没有时间 来读这本书 没有时间来读这本书 咱们再回忆一下 get around 或get around to something 或to doing something 这有时间做模式 而这些搭配 尤其用在否定句 更多一些 本文中带你去看 怎么说 but I have never get around 或I have never get around to reading it 但我一直都没有时间 来读这个书 看到第一个 got around 这是英联邦国家用法 我们说过 英国它前面用了 round 而英国的get 搭配着get got 但美式呢 but around 或者around 而且美式的get 它动词的变化不一样 它用get got gotten 读块叫gotten 所以英国说 but I have never got around to reading it 你看这个 I have never got around to reading it 英国人这么说 美国人呢 I have never gotten around to reading it I have never I never never but never 就got around but gotten around gotten 鼻腔爆破 再连着gotten around to reading it 所以这英式美式呢 有点略微的 一点小的区别 就好了 为什么作者那么忙呢 为什么作者连书都没时间看呢 因为亚历山大 在全身贯注的 给我们写新概念英语 所以我们感谢他 亚历山大 真不容易 而且英年早逝 他的遗孀呢 朱利亚 曾经到新东方访问过 他老公呢 这个这个并没有很长寿 都是天天呢 为我们写新概念英语 这四本书 结果到最后呢 也没锻炼身体 到最后英年早逝 天天忙着写着书 哎呀 可了不起 很了不起 好 我们五十课 新年决心 重点文章 又是有很多重点 表达 句型 我们要提高英语文字能力 那这就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工具 希望大家 反复多次把这视频收看 重点搭配 跟老师把它记住就好了 好 五十课 跟老师就看在这 谢谢同学们